有媒体报道称 官员称,尽管有情报显示,该武器具有导弹拦截的防御能力,但动能三导弹主要还是用于反卫星。有一位中国的军事专家曾坦言说,中国的确在空间对抗武器,也就是反卫星方面有所发展。虽然没有具体透露中国在这方面,究竟发展到了何种地步,但就算是只有萌芽,也比很多国家杰族先登了一步。 现在在这一领域,发展最先进的应属中国的动能二、动能减三,曾击落过退役卫星。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专家魏瑟尔认为,美国至今也没有可以达到动能二和动能三拦截高度的反卫星系统,因此中国未来的反卫星反导系统拦截范围将超过美国。 据美国的彭博社引述情报说,中国大陆正在锐意发展解放军的太空攻击的技术,这可能包括破坏成像卫星的高能激光武器,供轨反卫星武器杀手卫星,有机器手的供轨刺客,卫星,能执行太空战的神龙,小型空天飞机等各种平台,以终结美国的太空霸权。 美国在发现中国反卫星能力迅速提高的同时,中国的奥隆一号又让美国人进行了理论研究,这款反卫星武器不但可以进行反卫星行动,还可以在运行中对空间碎片进行自主清理,仿佛太空中的青道夫。 美国这下坐不住了,能清理碎片,那么清理卫星,也是一如反掌的事儿了。 战争爆发时,侦察卫星,导航定位卫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就算是航母这样的海上移动武器库,也离不开卫星的支持,离开卫星的航母打击群。 如同时睁着眼睛的瞎子,航行,战机起降,导弹发射等能力,都将直接受到影响,可以说,这是航母的重要软肋之一,也是七寸的关键位置。 一直以来,美国的航母战斗群,都是我们所感到忌惮不已的强大力量,连美国人自己都直言不讳,把一些出动航母战斗群,干预别国的手段,骄傲地称为十万吨的外交策略。 然而,中国发现了美国航母的软肋,走了一条美国没有想到的巧路,那就是发展发卫星技术。 正因为如此,美国的战略武器专家杰弗瑞·路易斯就曾经表示,太空的开发是基于和平的目的。 美媒甚至认为,这类太空必存在误抓或错抓的可能性,这无疑会让其他国家蒙受损失。 所以希望中国能够公布更多关于太空实验的相关细节,来消除美国对中国太空武器化的疑虑。 感谢观看